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永保青春 但是脸上的皱纹总是出卖了你的年纪 所以我们非常舍得花钱给脸做保养 那你不要忽视了另一个更加需要保养的地方 就是头皮 中医有头皮一根皱,脸上六条纹的说法 头皮经络不通,直接导致面部气血循环不畅 面色灰暗 有抬头纹、鱼尾纹、上眼皮下垂等等这些问题都跟着来了 而且不仅仅是面部衰老的问题 头部是人体的缩影 是全身各脏腹器官的全须血区 全身经络所有的阳经都上注于头部 中医就认为头是五脏之血、六腹之气皆上注于头 头一旦出了问题,全身的健康就得不到保证了 头皮怎么保养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疏通 通过疏通,让头皮气血畅通 疏通头皮的时候,建议大家准备一个小工具 就是我手中的这种绿檀木的经络书 它用起来会比较省力 接下来我来给大家演示一遍疏通头皮的方法 疏通头皮,我们有九个点和四条线 九个点是需要你去点按按柔的,那么四条线是需要你去刮通疏通的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点,这是我们的前额的发际线 前额发际线的正中点,这里呢是第一个点 你可以拿经络书子一端的这个圆圆的大书尺 直接点按在这个正中点上,轻轻的按柔 疏通的时候你可以闭上眼睛 感受一下,你会有一种整个额头区域都有一点酸酸胀胀麻麻的感觉 轻轻的点按,点按上三十秒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点叫做摆绘 这是我们两个耳朵的耳朵尖 从两个耳朵尖往你的头顶上连一条线 头顶的正中线,这个位置就是摆绘了 同样是把这个小书子啊 把它按揉在摆绘屑上,轻轻的点按 点按摆绘屑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整个头顶有一点胀胀的酸酸的 接下来第三个点,在摆绘和你的前额正中线 它们连线的中间位置取一个点 这个点 好,按揉一会儿,按揉大约半分钟左右 这是前三个点 接下来呢,在我们的前额的两侧额角处 第四个点 先按揉左边半分钟 右边额角处半分钟 好,接下来第五个点 我们头部两侧的太阳瘦 太阳瘦就是在我们的眉尾和你的外颜角 好,相连的这个延伸处这个凹陷的地方,非常的好找啊,大家都会找 左右两侧的太阳瘦 太阳瘦,那先左边 在右边 力度适中 按揉到自己感觉到酸胀舒适维度 这是第五个点 第六个点呢 这是我们的耳朵尖 从耳朵尖往你的头皮上垂直的画一个点 这个点就是我们要找的第六个点了 这个位置 轻轻的按揉 感受一下很多人在这个位置非常容易出现疼痛 特别是用脑比较多思虑过度的人 还有人在这个位置是有一条大筋的 那这个时候你的点按就要稍微用点力 也可以来回的拨动它一下 稍稍的按揉 左右两侧 这是第六个点 接下来找第七个点 第七个点在我们的后脑勺上 咱们用手啊 从上往下摸一摸 你可以摸到你的脑后整骨 这里有一个凸起的骨头 在这个骨头的下方凹陷处 这个位置其实也就是风驰穴了 左右两侧的风驰穴是第七个点 第八个点在耳后 耳后耳垂的后方这里有一个凹陷处 在这个凹陷处和上一个点风驰穴 连线的中间点上这个位置 这是第八个点 那么还有第九个点 就是在我们的后脑勺 你的脑后整骨下这个凹陷处 这是正中间的一个点 这个点呢也叫风腐穴 这就是我们头部上非常关键的九个点呢 在这九个点的位置 大家需要去逐个的疏通它 点按一遍 那点按完之后 你整个人会有一种开窍醒脑的感觉 整个头皮啊非常的放松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依次的记忆一下这几个穴位 其实非常好找啊 首先是你的前额正中线 一 二 三 这里有三个穴位 然后是前额发际线的两侧 第四个穴位 然后你的太阳穴 第五个穴位 两个耳朵间所对应的这个穴位 第六个穴位 然后我们后脑勺下方 风磁穴 第七个穴位 风磁穴外面移风穴 第八个穴位 后脑勺正中间风腐穴 第九个穴位 是不是非常好找呢 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也非常好记啊 大家如果说你手中没有这种小工具的话 你就用自己的手指 用你的中指啊 点按在这个穴位上 一边点按一边轻轻的旋转按揉 如果遇到非常痛的位置 咱们就来回的拨揉一下 如果遇到经节的话 也是拨揉一下 一定要把这些位置疏通开 这是九个点 九个点都按揉完了之后 我们要疏通四条线 在我们的头部呢 主要有四条经络 正中间这一条叫做督脉 督脉两侧是膀胱经 膀胱经再往侧 两侧呢是有胆经 还有三胶经的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拿着自己的经络梳子啊 首先你可以把它纵向的沿着你的肚脉 从前往后这样梳一梳 一直往后梳到你的后脑勺 接下来你头部的两侧 这里有膀胱经胆经三胶经 因为它们离得很近 我们直接拿这条经络梳啊 直接把它横着 从你的头的两侧这样梳过来 一直梳到你的脖子上 颈椎上 梳的时候大家记住 先左侧再右侧 把它们挨个的梳通一遍 这样我们头部的四条经络 就全部被你梳通到了 如果大家没有这个小工具的话啊 我们就用自己的双手 用你的手指指尖 先把你的指甲都给剪掉 然后用手指尖 这样从前往后去梳 大约梳多少下呢 就是我们整个头部 你大约要梳一千下以上 每一条经络 大概可以梳到两百到三百次 那么这样呢 我们梳完之后 整个头皮是微微发热的 你会有一种很轻松的感觉 其实这是我们身体气血啊 都在往上走 集中在了头皮这里 所以呢 你的大脑会非常的灵敏 会感觉头脑很清爽 很舒服 梳完之后不仅是头皮 你再睁开眼睛 你都会发现自己的眼睛 看东西看得更加清楚了 双眼也更加湿润了 其实这就是因为 被我们头部的经络疏通之后 有更多的气血 如氧了头部的皮肤 以及我们整个面部的皮肤 所以呢 你不光是头皮舒服 眼睛也会更舒服 头皮跟脸皮是相连的 头皮松弛 必然会引发我们面部的松弛 松弛的头皮下坠呢 首当其冲就是前额 然后就蔓延到你整个脸部 脸部就衰老了 所以头皮我们在梳的时候 一定是从前往后梳的 提升我们面部的皮肤 那么你在最后梳头的时候 感觉自己的头皮是什么样的呢 是一种紧绷的头皮 还是松软的头皮 如果你的头皮很紧绷 梳上去很疼 筋结很多 那么平时呢 大家可能是思虑太多 太过于紧张了 也容易头痛 如果你的头皮很松软 甚至头上都有一些褶皱 那么是气血预堵严重的表现了 就要注意你的脑血管健康 梳完头之后 你会非常的舒服啊 大脑灵敏清晰 神清气爽 那大家如果说 手中没有这个小工具的话 就像刚刚说的 我们用自己的手指 但是呢 按几下之后 你可能会觉得手指没力气了 因为自己给自己梳通的时候 真的是不方便 很累的 用这样的一个精华书 就不一样了 它是专门为了疏通头部而设计的 那么它的疏尺是宽大圆润的 非常光滑 你握在手中刚刚好 非常省力 手感很好 轻轻的点按穴位 就感觉到很酸痛了 你在疏头的时候 会有一种经络被推平的感觉 头皮都是热热的 当然了 如果你有条件 每天请别人给你按摩头皮 那也是最好的 我们呢 只负责享受就好了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条件 就给自己准备这样一个绿苔木的经络书 也是非常棒的体验了 梳子就在视频下方的橱窗里 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点开去看一看 我们在头部进行疏通 间接其实也调理着全身人体的器官 它不但对失眠 头疼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更关键的是呢 它也可以对脑血管起到防好的疏通作用 来预防中风 很多朋友在梳头之后 睡眠质量都变得非常的好 头皮是人体最高处的皮肤 它控制着我们全身皮肤的弹性 头皮的新陈代谢是14到21天 当头皮出现一条皱纹的时候 面部就会有6条皱纹了 这就意味着我们一次头皮保养 相当于6次的面部保养 另外头皮部位是人体皮脂腺最密集的地方 油脂分泌也是最旺盛的 大家在梳头之后会感觉到头发油腻 这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你坚持梳头 头皮气血渐渐通畅 你的头皮也会越来越清爽 三天洗一次头你都不会觉得油腻 而且呢自己面部的气色就越来越好 皮肤也有了弹性 那有弹性的皮肤怎么还会有皱纹呢 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